当神的仆人在1700年前,在伦敦将神的话翻译成通用语言时,基督徒开始小组祷告聚会,人接触到神的经文和圣灵的工作。 这启动了转换的过程,最终改变了世界。 因为认识罪,基督徒彼此负责,活出质量和标准,这也是尺寸和度量第一次亦可被信赖的方式出现。 这是因为经文,因为神在他百姓当中的工作,他的教会用小组的方式聚集。 让我们祷告再一次,我们的世界会被基督徒改变,基督徒在小组中聚会为彼此祷告,在教育界,在商业界,政治界,娱乐界,在媒体,我们需要看见转变。 让我们一起为这特定的目标祷告,相信神会呼召基督徒彼此负责,直到人们再一次知道,如果你跟这些基督徒做生意,跟他们一起工作,或听这些基督徒的意见,你可以相信他们。 让我们一起祷告,主,我们为着你之前所做的感谢你,虽然现在的时代看起来很黑暗,以前的时代看起来更是非常黑暗,但你带了光来。 我们祷告你在基督徒彼此聚会中带下光,彼此负责满有恩典慈爱,但坚定在真理里,直到我们都能更像耶稣彼此相待,可以成为神国在地上的代理人,带下转化的大能。阿们。